相信就是精彩的开始 你信得过我们 将很多不同的美好的事 摆在我们的身上 主帮助我们在这一年里面 为你的缘故 我们摆自己出来 要经历更多美好的事 美丽的事 我们将我们自己的生命 交上来给你的时候 主好像我们今天要分享的 一个妇人一样 你说她成就一件美事 主都给我们的生命 能够成就主你的美事 谢谢你 我们在你面前祈祷 我们这样祈祷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等一会儿呢 今年应该是马年 是不是 我其实试过有一次 我去预备过年的广章 我以为是 总之我以为是蛇年 然后原来是九年 我试过弄错了 我马上用上帝给我的即时的智慧 就强行把这些东西都改成 今年肯定是马年 因为我不断收到 这些帝影师妹 传来的一个各个罐头 你收到多不多罐头啊 今年 你的WhatsApp 应该今年收到很多罐头的 基本上全部都不是自己写的 我自己我会写的 起码我都抽一两句 然后写自己的东西 不过无论如何 你收到什么 马上灵修 马上信耶稣 马上不知什么 马上马上 我想今年应该是马年 对不对 所以我不懂祝大家马年 不过 圣经里面 我有一个很喜欢 很喜欢的金句 是在耶利米书第十二章 第五节里面 一切请你跟我读出 好吗 预备一 二三 尚且各类 怎能与马赛跑呢 你在平安之地 虽然安稳 在约旦河边的丛林 要怎样行呢 这段圣经是说什么呢 这个圣经是神亲自 跟当时他选择的 他选择的耶利米先师 的一句话 一个提醒 当时呢 这个耶利米先师 不是一个容易做的先师 神叫他做很多很多 我们觉得 普通人都做不到的事 他叫他不断地 去他的子民同胞中间 将神的愤怒 将神的惩罚 告诉他听 提醒他们要回转 谁知道耶利米越叫他们回转 越叫他们改变 越不改 越说 阿崩叫马 越叫越走 今年马年 所以我们改改 越叫就越走 越叫越走 所以 其实在这件事 圣经的之前 是耶利米跟耶和华上帝在争辩 神啊 为什么我做了你叫我做的事 但是 为什么没有修成 为什么我的努力去做 为什么到了一年 我要计下有没有修成的时候 为什么只有一个吉 然后神就认他这件圣经 耶利米书第十二章第五节 神经的说 神经的说 如果和暴行的人在一起 你都觉得 和他跑步 你都觉得累的话 你知不知道 耶利米 你的人生 不是单单和人比赛的 他说你和马比赛的 这个马当然不是说 他真的要走出去 有时候去沙田 那样去马 神经的说 你知不知道 人生不是单单 简简单单 你过的不是一个普通人的生活 你过的是一个属天的生活 你过的是一个按我旨意去行的生活 所以如果说难道 你不是和人比赛的 你是和马比赛的 如果你和人跑的时候 你都觉得累的话 你知道吗 你和马去跑的 神经的说 临到耶利米 其实要挑战耶利米 如果你生活里面 遇到挫折的话 你会选择什么 你会选择停啊 还是说 主啊我告诉你 你看我做了都没有效果 我要留在自己的按书区里面 还是做一个平平凡凡的人 简简单单 我算了 上帝 你叫我 你吩咐我的照明 你给我的梦想 我放下他 所以神体挑战他 他说 真正的比赛 是同马比赛 你真正不是同人 你是跟着上帝 你跟着上帝 你会跑得很快 你再靠自己的话 你可能跑不了 所以上帝在挑战耶利米 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 你不可以再依靠自己 因为你在走的是一条很不同的路 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 2013年 或者我们说的过去是什么年 其实 整年 我不知道 你自己的生命发展成什么样 我不知道 2013年这个年里面 你觉得自己有没有进步 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 你生命的很大进步 我看到你挣扎 我看到你坚持做对的事 我为你感谢主 给点掌声自己 好吗 不过我想告诉你 继续下去 跑下去 难处 不会少的 你会不会继续坚持呢 今天我想跟你介绍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 她的人生 很不同的 这个不说了 因为我今天很长气 我相信 我绝对相信 我会长气的 好 今天 我想跟你分享一个女人 在圣经里面 好吗 一起读这段圣经 好吗 《万学福音》 第14章 第3至第9节 第3至第9节 好 我们一起读一下 好吗 预备 1 2 3 打破玉坪 把膏 飘在耶稣的头上 有几个人 心中狠不起悦 说 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 这香膏 可以卖三十多两银子 周济穷人 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 耶稣说 由他吧 为什么难为他呢 他在我身上做的 是一件美事 因为常有穷人 和你们同在 要向他们行善 随时都可以 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他所做的 是尽他所能的 我相信你很熟悉这个故事 我相信你很熟悉这个故事 因为这个故事讲到耶稣有一次当他在那儿跟人在那儿跟人坐席的时候 有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可能她的背景都不是一个好的女人 可能是一个犯罪的女人 她突然间进来 然后呢 她就将她自己一个很美很美的 当时叫做一个真拿达香膏呢 就敲碎 然后呢 将这些膏油呢 膏在耶稣的脚上 这个呢 很多时候我们听过 不过呢 我时时一看见这个圣经的时候 我总是觉得我有些地方不明白的 因为固然这个女人 做的是一个美事 把真拿达香膏 膏在耶稣的脚前面 不过耶稣说的 耶稣说什么 我实在告诉你们 普天之下 无论在什么地方 传者福音之下 当你和人讲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 你同一时间 都要述说这个女人所做的 以为纪念 固然我们没有这么做 我意思是我们不会每次讲福音 接着我再说一遍 告诉你们 有个女人 有真拿达香膏这个故事 我们没有这么做 对不对 不过你要知道 你要问 为什么耶稣他要这么做呢 讲福音就可以了 告诉他们 你是罪人 你信耶稣 主就临在你里面 你的罪就得见证 多么好 多么简单 耶稣说 你讲福音的时候 同一时间 你要提起这个女人的名字 要讲完这个 这件事 为什么呢 第一支妹们要知道 福音说什么 我们说我们听到好消息 我们信耶稣 信耶稣说什么 信耶稣说着 神 对 人的爱 很大 很大的牺牲 所以福音说什么 神 听到对他来说 福音说什么 好 我们看到这个女人 将破瓶 打碎一个瓶 向上帝 向耶稣 正正是演绎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人对上帝的那种爱 可以回应到去什么的地步 我们从来很少说神的爱 我们多数都说神的爱 我们说神怎么爱我们 但我想我们真的很少会告诉你 神其实都期望 人可以回应他的爱 因为神很奢侈 这样来爱我们 神同样 都很想 我们能够奢侈一些 这样去回应他的爱 圣经里面有两个故事 讲到浪子回头的故事 你知道有多奢侈吗 这个是爸爸的 天天都站在那 等着自己的儿子回来 当这个儿子回来的时候 这个做爸爸的 将他这个做儿子的名分 所有的东西都给回这个儿子 奢侈不奢侈啊 奢侈的 但是做儿子的 用什么来回应他啊 如果你记得的话 当时这个做儿子的 一点都回应他 都是不奢侈的 因为他说 我回来了 我做工人可以了 回来了 我给工人吃的东西我可以了 这个一点都不奢侈 我觉得我自己不配 但是 今天在圣经里面 告诉我听 神很奢侈爱我们 神奢侈地对待我们 将他独身的爱子 耶稣基督为我们死 赐助给我们 承担我们的罪 所以今天 我想告诉你听 神都期望你可以奢侈 这样回应他 不过有几件事 我希望你要知道 第一 在圣经里面说到 有关于安葬香膏的事 耶稣在圣经里面 曾经这样说的 十八节里面说 他所做的 是尽他所能的 他是为我安葬的事 将香膏预先 销在我身上 这个说什么呢 这个安葬 其实正正一方面 耶稣在告诉 所有人 虽然所有人都听不明白 就是 我其实有一天 会为你受苦受死的 不过 这班人听不明白之外 就是按着一个犹太人的规矩 安葬是怎样做的呢 犹太人的安葬的规矩 通常是由亲人做的 这个女人是不是他亲人 不是 通常犹太人的规矩 做安葬的事是由男人做的 这个女人是不是男人 这个女人 他一定不是男人 这个是女人来的 耶稣说 他会死 不过没有人在意 但是 你知道吗 这个女人 在意 听得明白 这边我想说给你听 很多时候神讲说话给我们听 那帮 有权威 觉得自己应该 以明白神的话的人 明白不明白 那帮男人不明白 那帮在位的都不明白 偏偏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女人 她明白 神的心 而且她什么 她在意 耶稣的说话 神经病提醒我们 我在不在意耶稣的说话 我们要在意耶稣的说话 神经病 她不单止在意 圣经说 耶稣说 要预先 要做很多很多事情的时候 绝规矩 做一个女人 又不是她亲属 她是完全没有份的 但是这个女人很在意 在意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我相信这个女人 时时都已经 即她不是即时突然冲动的 可能她会想 我知道耶稣 她就来会在这个家里面了 我去预备先 她是时时都在捉紧机会 主 有机会 我服侍你的时候 我就花尽所有 来服侍你 她又在意 又时时都预备自己 主 有机会 我就要做 有机会 我就要做 我不是等机会来 是我随时都望着 等着 主我可以给的时候 我就给 我记得我小时候 我的牧师 这样提醒我的 我们每个人 都是上帝箭袋里面 一把 一支箭 不过很多时候 当我们自己 没有预备好自己 当主 拿我们出来 打算工作的时候 一拉出来 望一望 都没磨好的 前面 那个丁丁 那里 主就用我们 我们有没有预备好自己 主要用的时候 你不要跟主说 主 给我一些时间 我其实还有很多事情 都没办法 不是 你做得好不好 而是 弟兄姊妹 我预备好 主想用 都用不了 对吗 这个第一 第二个你要知道的事 就是 圣经说 这个女人将 真拿大香膏 倾倒在主的身上 那你要问 这个真拿大香膏 究竟值多少钱 我不跟你算那些数 告诉你 又兑换多少 不需要 最简单的数 请你现在 想一想 2013年 全年你的收入 是多少钱 让你告诉我 哎呀 不能说的 不过 你不需要告诉我 2013年 2013年 你赚了多少钱 这个真拿大香膏 这个女人所摆上的 我想告诉你 是等于 她一整年 所赚到的钱 你薪金一年多少 那种痛 那种能够付出的呢 就等于 这个女人 所付出的一模一样 弟兄姊妹 你会不会 拿你一年的人工 拿来打碎她 销在耶稣的头上 你会不会 用你一年的人工 用在主 觉得重要的事 的上面 这个是 告诉她 这个女人 摆上的有多少 第三 兄姊妹 这个圣经 告诉她 她破瓶的爱 这个 其实她可以这样做的 我相信她本身也很漂亮的 其实你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可能是阿凯 去高耶稣 是不是 我就拿着 在里面用一只手 拐她出来 是不是 容易得多 是不是 但是 为什么呢 为什么要打烂她呢 因为战手呢 弟兄姊妹不是 因为这个是古代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传统 破瓶的人 就是打碎那个瓶的人 意思就是说 我现在为了我跟从的对象 我所服事的 我倾尽所有 我将我所有的东西拿出来 我不让其他人翻用 我扶上 我摆上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如果我可能再原油 明天再删油 这个只是主用而已 只是耶稣才可以用 所以我用完就打烂她 但是不是负气 因为我们有时 我打烂都不让你用 不是这种 是真的觉得 主 我将最好的 单单 用在你身上 等姐妹 我们中间有些人结过婚 如果你结过婚 你就知道在誓言里面 我们有很多事情答应 是不是 记不记得阿众 什么 你老公说不记得 你 你今晚 我没这么说 Irene说而已 我当然不讲了 是不是 我们听到很多的 什么 无论疾病 愤怒 贫穷 有钱 没有钱 接着什么 我都 一样这样对你 是不是 我们不会 我做了很多婚礼 我从来没有听过 请 你越慢 大家越忙 我从来没有去过婚礼 有个新郎或者有个新娘 从旁边说 从今以后 无论疾病 痛苦 我都尽力 我都努力 尽量爱 万一有些什么 我就不敢保证的了 你有没有看到这种 可以吧 这种比较现实 不过不会的 是因为 当我们彼此在婚姻里面的承诺 是不会有第二步 不会有第二段 我会倾尽所有 建立 维持 我这段婚姻 对不对 弟兄姊妹 对主的爱 同一样是这样 我就是说 这个就是 我所说的 那种奢侈的观念 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再看这段圣经的时候 耶稣说 由他 等他做 为什么难为他呢 因为他在我身上 做的是一件 美事 弟兄姊妹 什么是美事呢 美事这个字 可以有 一个很不同的解释 一个美事可以简单是 做一件 正确的事 Good Well done 就是这样而已 这件事是美事 这个可以是美事这个解释 就是说 这个女人 破评 为耶稣 Good Well done OK 不过这个字 同一样都可以翻译是什么 Beautiful Sweet 什么意思呢 弟兄姊妹 就来又是那些 令男人很烦恼的日子了 我看到你笑 我就知道 哎呀 牧师这么早就提一下 我都已经尽量不记得了 对不对 就是2月14日要来 又要做很多东西 我贵海这些应该不用这么做了 对不对 不过 不过无论如何 姊妹 我见过一些什么叫做 Beautiful 2月14日 一早就已经预备了 很好的餐厅 对不对 可能很贵的 但是呢 很静的 有羊竹那种叫做Beautiful 对不对 那种很好的 对不对 然后呢 带她去吃日本菜 什么都好 总之要很浪漫的 对不对 接着呢 在那里吃完餐饭 又有阳光 不是阳光 那种叫阳竹 哇 很浪漫 最后 递上一个 鑽石的戒指 首先你不知道 和这些弟兄姊妹 特别是姊妹握手 有没有给她们弄傷你的手 哇 那只戒指都很大 就算做到这里 我想告诉你 男人们 都是 期待的 应该的 对不对 什么叫Beautiful 我现在教你了 我真的见过弟兄 他 已经跟Zelope学的 那 他教弟兄 就找一个 一个 一个 棉花似的 那都有 找这些针子 勾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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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 勾勾勾勾他勾的 动物来 那 送到去戒指都快要做好良 接着 再送一只 勾勾的 小动物给你 再加上 那只血肉模糊的手指 这样呢 就叫做什么 beautiful 我讲的是什么意思 郑姐妹 我们可以尽责任地去爱一个人 是不是 你和你的另一半相处 责任是什么 我就给他吃给他住 是不是 他病的时候 我煮粥给他 好 感谢神 如果你的伴侣 是这样对你 已经感谢主 是不是 但如果能够再做多一点 在责任以上 叫做beautiful 所以请你和隔壁说 最重要是什么 beautiful 你知不知道 责任 beautiful 美事 是超越 我们的责任 换句话说 你不做 没有人可以投诉你的 你不要今天觉得 牧师这么说了 女士们 你老公回去 不做给你 你没有得投诉的 你最多都是 不给人 是不是 但是过了要求 是美事 神之妹 我现在问你 你信耶稣 跟着耶稣 是你看一堆责任 还是说 是一件美事 是一件忘情 去爱主的事 是捉紧机会 爱耶稣 有时真的要有些冲动 对吗 圣经说 可以啦 主 我是这么多 可以给你 因为 在这个圣经里面 同一时间 告诉我们 有几个人 心中不起悦 不用这么浪败啊 三十两银子 三十几两银子 就是比穷人 都不知道多好 是不是 是不是 首先 我要先说 一件很重要的事 耶稣基督 从来都没有看小穷人 当耶稣他这么说 耶稣他说 耶稣他说 我有穷人 我不是时事 我不是时事 在你身边 穷人时事在你身边 耶稣从来都没有说 他看低穷人 因为耶稣一生都 和穷人 有需要的人 在一起 和一起住 和一起生活 不过 这帮人这么说的时候 我不知道是谁 不过 我想问你 你猜这帮人 是不是真的 给过三十两银钱 去帮过穷人呢 我想不会 他只不过觉得 按着世界的价值 不值得啊 是不是 所有他们给的 都算过 所以他给的 都是责任 所以没有什么 生命里面所说的 突破 出现过 所以我请你记得 我不是告诉你 你 进入马年的时候 你要买一支 用你一年的薪金 买一支香水 打烂在教堂这里 是我叫你做的 绝对不是 你绝对就算你做了 你的生命都不会 有什么不同 不过我很想你说的 是想你知道的 是你可不可以爱耶稣 过于你一直以来 想的责任 你可不可以爱耶稣 从你的心里面出来 可不可以 为了爱耶稣的缘故 放下你自己 将你自己的想法 放下来 可不可以是这样呢 陈姐妹 我很觉得 我们要为主做美事 刚刚阿清 她和我们分享的 在泰国的服事 我觉得是一件美事 我也很想告诉你 今年我们整个的 宣教基金 我们订了一个 大概是25万的 budget 25万 我们每年 大概我们的奉献 大概是110万 25万 当中有25万 我们很想 能够将钱 用在蒙恩堂以外 按责任 如果有一间教会 她有需要 就好像可能 比如Rotter 被太太打 打给牧师 年三十万打给我 我听到Rotter的电话 你太太打来 真是惨了 接着呢 我就会为他祈祷 接着就 派他回家了 因为不要搅着我 按责任 我们都做了 作为一个教会 按责任 其他教会有需要 我们给他1千 1万 我觉得我们都做了些东西 对不对 何苦有一间教会 他有一个年轻人 很有心 我们说 好 我们跟你同行 我们support你的年轻人 关心他 给钱他 一年12万5千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我们教堂 我相信如果是责任 我没有这样的责任 不过我觉得 当我望见主 给我们看到这个女人 对主那种爱的回应的时候 我们就有这个 要超越自己的爱 要去造成一件美事 25万的里面 不单止是这个部分 我们其实有很多不同的部分 我们会支持在日本的宣教士 我们会支持我们在不同的地方的宣教士 有些多有些少 是因为我们很想 很想 主的国度 临在一些未得知民中间 所以 弟兄姊妹 这是我们的命脈 换句话说 如果一个教会 不做好我们宣教的事 不将自己的东西 看广一点 看大一点 永远都只能够得蒙恩堂的话 我们是一间最失败的教会 听到吗 所以我不想我们做一个失败的教会 不是我们有多大 就算有一天 我们变成一千人的教会 如果所有的资源 只是我们用了 我们用了 我们用了 姐妹 这个绝对 绝对不是主的心意 不过 不过 挑战着你怎么用钱 我不知道你是否越光族 我不知道这个过年 你觉不得很守紧 特别你 给例事 给得很穷 所以今天 我看到过年 都回到多少人 不知是否大家觉得这里比较安全一些 难得一边落土 我知道你爱煮的 或者下午这里也继续开放 直到新十五 我们供应水 供应面包 只要留在这里便安全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暴风雍之 是什么 暴风之中的 悲乱所 就是这样 但是 弟兄姊妹 挑战我们 每年我都会提醒你们 我们很简单的理财的原则 我不知道你怎么理财 我和太太 我去年也开始跟大家说 这个是我们的理财原则 我们学会 当你自己收入回来的时候 第一 学什么 要 劫 当你 我们的人生 就是要学 去给出去 这个是主的教导 第二 四 就是说 你都要 储蓄的 我们没有说过 你在一个大都市里生活 你需要有处备 中国人很懂的 第三 很简单 我要告诉你 我们就 当我们给完 当我们储蓄 储蓄完了 我们就用剩下来的 去花费 这个是我们的理财哲学 第一 要事与 然后 储蓄 最后 花费 请你和隔壁讲一次 好吗 好吗 我不是再跟你说 你是不是十一奉献的事 当然 十一奉献是你基本要学会 要做的 我知道 不容易的 我都特别 其实我很欣赏 我自己 弟兄 我特别 我要提 我有个弟兄 用了几年的时间 由重演袋传过来 自己拿钱出来 我有100 有50 有50 这种生活态度 慢慢又 根本不知道如何奉献 直至到 我决定我的人生 2% 3% 直至到 中心仅仅 10% 每个月 去奉献给上帝 圣经教的 不是我们 我们很等钱花 而是圣经教我们 这是当立的 当立就是什么 就是税 这是我们的责任 所以我觉得我需要很清楚 告诉你们 而且我很想告诉你们 这种生活的态度 这种用钱 最简单的理财 道理 是帮助我们 去克服我们的物质主义 你知道吗 每一次我都觉得 Apple出生机 我一看到张牧师买 不是 我就想买的了 我总是觉得 哇 他那部iPad mini iPad 是什么 Air 好Air 的 我那部iPad 很慢的 一出了新机 突然间就会影响 那部机很慢的 是啊 有没有发觉 一出 新的东西 相机 有没有发觉 第一个人 一出新的相机 总是觉得自己的东西 开始拍照 不漂亮的了 姐妹们 那些化妆品 你有没有发觉 是一定要那一种 你用了那一种 就不能回头了 什么K2那种呢 是吧 我知道的 我们很想 一有便宜机票 是吧 今年去了几次旅行 Regina 一有机票 第一时间 哦 我在这儿 我在这儿 是吧 那些很难 欠到的 是不是叫Fan Fair 是吧 很难 我知道 我们很惯 有一种生命 让我们的Span 先走 我们大部份人 是第一 Span 第二 Span 第三 没得Span 因为已经没有了 是吧 所以我今天跟你说 我不是要你 我不是说要你的钱 不过我很想让你知道 你需要有 有这种心态 等姐妹 如果我们在整个教会里面 每个人 你都刻尽自己的责任 有11个奉献 其实我们 不单止每年可以 将25万 可以给 其他有需要的堂会分享 我相信我们可以做得更多 当然 你说 我还没习惯 你可以和你的祖长 搜望你的人 我逐步逐步向着这个方向走下去 中间有很多人 在学着这些功课 好吗 但是 重要的是 兄姐妹 我今天 另一个地方 我很想跟你分享的经文 我没有和你读 不过 其实我们去年 我和你分享一个就是 在圣经里面 耶稣讲到 关于奉献的 钱财的事上面 曾经有讲过 有一个的比喻 有一个财主 他有很多很多的田产 接着 越来越多 一年比一年多 一年比一年多的时候 他就开始想了 我这么多东西 我要找地方收好它 所以他就说 好 我拆了我现在的仓 接着我要做更加大的 我将我的东西 放在那里 我要享受 我要越来越开心 我要越来越拥有 接着他就跟自己说 我有很多东西 给我 我拯救我多年用 我可以安安日日 吃喝快乐 耶稣这样跟他说 主跟他说 一起读好吗 预备一二三 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耶稣这样说 他说 无知 有什么无知 我想大部分 今天我们都是这样生活的 对不对 你赚得多 接着你觉得 我要买大一点的地方 我买一份好一点的保险 你一定是这样想 我大部分都市人 都觉得这样是正常的 那些东西是我的 对不对 对不对 弟兄姐妹 不过主说无知 我们要把他说的无知 很细心点想一想 为什么是无知 因为这个无知说到两方面 第一个无知是这个人 这个才主 他以为他的生命 真的有多长 有多短 是他自己可以做事的 这是他第一个无知 弟兄姐妹 我今年44 真的 我想问你 按秩序 我应该在中间走 对不对 但谁说 谁会先走 我昨天去探讨一群同工传道人 大家在一起 互相拜年 他告诉我 年初一 他教会 有一个20岁的年轻人 突然间 癫痫症 已经发了很多次 大家有了经验 突然间 年初一的晚上 过了身 20岁 大家都觉得癫痫症 懂了 如何控制 就拿走了他的生命 你以为 你可以说到事吗 这是第一 第一 主说 不要这么无知 你的生命 在主的手上 第二 主说他的无知 是什么呢 就是 主说 喂 你以为 你今天有的财宝 是你自己赚回来 所以你觉得 你可以说完所有的事 我要职就职 我要怎么洗 就怎么洗 弟兄姐妹 这个对我们所有的人 特别我们 如果你看到 我其实也有余的话 你有没有想过 当你生活里面 有余有静的时候 你是不是真的 你可以全权决定 可以怎么用 那些钱是你的 我再说 当你今天生活里面有余 很多 很少也好 你是不是以为 是你可以决定 怎么用的 主说 无知 无知 无知是因为 那些钱 主给你 不是给你留住 主给你 是因为他想 透过你 可以去给 有需要的人 大家不用按住个荷包 我不会叫你 现在拿出所有的钱 这个都不是主的生意 不过这个是主说 我们不要这么想 不要以为受罪在我的手上 不要以为钱 我决定 我喜欢买什么 就买什么 是在我的手上 你的钱是主给你 主 你要问主 主啊 我的钱 怎样才能够 在你的国度里面 能够给你 好好地使用 这个是圣经里面 提我们 告诉我们 无知的意思 所以 兄弟姐妹 今天是年初三 我想跟你 开始就要提你 我们要一个 很奢侈的方式 来回应 主给我们的爱 我们也要知道 主提醒我们 我们一个很简单 一个 处理自己钱财的态度 学会这件事 学会私语 学会储蓄 学会储蓄 最后才去花费 你会有很大 很大在生命里面的自由 在财务上面的自由 好吗 所以 最后我给你挑战的是 2013年 我不知道你奉献了多少 2014年 我不知道你将会奉献多少 我正要教你一种不同的思考方式 在圣经里面 从来都不是说 你要奉献多少 数目字的钱 圣经是教我们按照 那个百分比来给的 你要知道 圣经是这样的 圣经其实用这种百分比 是对付我们的 那种贪婪的态度 有没有看过 什么东华 欢乐门东华 有 你有看的时候 你固然在看 阿斐姐 踩鸡蛋 对不对 我的记忆是流到那个阶段 OK 那接着呢 一直看踩鸡蛋 接着下面有些什么 下面有一行字 对不对 Rota500 阿包400 接着有张牧师 10万元 接着又回到Data1元 一定是这样 对不对 那你见到 张牧师10万元的时候 你会觉得 哇好厉害啊 这个张牧师 一定不知道是什么 对不对 他给10万元 不过如果你 讲笑而已 如果张牧师是大有钱人 很多很多 拿了10万出来 是什么 湿湿碎 对不对 谁知道 其实Data每个月 每个月都是赚到2元 哇 捐1元 五成啊 主不是看 那个数目字有多大 主是说 喂 其实你奉献的 那个数字 那个百分比呢 这是在挑战中 这是在挑战中 我们贪囊的心 我们是否真的 将钱 好好地 按着主的吩咐 奉献出来 我希望你没有觉得很大的压力 过时过时 今天你的牧师 说这些 但是 我相信 我们开始 就要好好面对自己 这些生命的态度 对吗 那我 真的要祝福等姐妹 你在财务呢 充满了自由 每年呢 当我们过时过时的时候 就是 祝你今年赚多些 是不是 有时我都说 恭喜发财 这样 我自己就 时时提醒我自己 我已经赚了很多了 主 我发了很多财 帮我今年给多些 供祝你今年给多些 供祝你今年有很多很多 可以给出去 好吗 所以现在请你 恭喜隔离 好吗 今年你给多些 在我结束的时候 你要记得 我和你分享的 这个女人的故事 圣经说 当这个女人 拿着一根极贵的 真拿达香膏 抹耶稣的脚 她用自己的头发去拆 的时候 我真的很记得 这句圣经里面所说的 一起读好吗 她说 屋里就满尿高的香气 我想这个女人 没有想过 她所做的 能够影响她周围 但这件事 圣经说 当她这样做的时候 影响了她周围 很大的不同 主要你们同在 好吗 好 我们预备自己 我们领圣餐 好吗 搅我们一 extermin 一整个小好 所以我离开 等下 下 到一分钟 我回来